這個是闖入藝術界1.0新秀版的遊戲簡介第三部份 其實這個遊戲的目標就是希望大家在遊戲過程中發現了一個藝術家的創作歷程是怎樣的呢? 除了創作之外你會發現你會遇到很多和創作意外的事情 而這些事情似乎又足以影響你的創作資產 例如能量會遞減但有時也會幫助你增加作品 所以有多了的作品卡 玩到最後當贏的那位朋友就可以把他手上累積到的不同的卡 進行一個故事的建構 例如如果你已經存了超過5張的作品卡 你就可以選擇在這麼多的作品卡裡面 選擇5張出來 按次序排一個你覺得最有趣的 藝術家故事 和其他的玩家一起分享 這個遊戲就是希望通過這些故事的建構 讓大家發現藝術家除了創作意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技術、事件、人物要處理 而令到他的創作、歷程、職業的試圖不斷發展 當大家熟習了整個遊戲的結構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可以按著自己的需要 去改動整個遊戲的勝出目標 譬如是以作品卡的數量為目標 還是以限時的時間之內 例如是累積最多的作品卡 或者最多的能量作為標準 去決定哪一個是玩家呢 這個就是這個遊戲的變化的地方 也希望通過遊戲結構的變化 以及遊戲的結構內容 去反映一個既有結構 但也會不斷轉變的藝術生態